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南市政府六甘教 结局 实现市长维着 希望加上的市政理念 今天结合做工行政团 季工 历史六甲家庭搭着 更安全 更有拼一个古大环境 今天11月吹过日 由木工工业和电器工业季工 砍仇为历史家庭 休闲办公 此外 市医兴旺議員 援助民主署委员委员 白费兰主委 今天也别别征来关怀 共同协助 经济总共不好的历史市民 改善各大环境 六甲家庭 王新基 标识 好 我们今天 居住环境改善的列车 再次的来到新营区的古牙里 当然这个符合案是我们 施以兴旺议员 第一时间因为是火灾户 原住民 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们 当然我们就开始举动县堪 尤其刚开始第一步 第一时间我们就把它的水电 能够重新拉线配管 让它能够供应水电的部分 因为现在可以说一个家庭如果没有水电 那生活机能就没有办法执行了 接着当然就是来线堪 帮我贴橱砖 线路重拉 还有领盟窗 还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整理的部分 今天是由我们木工跟电器 那就完成列242户的部分 当然也是韦德市长特别交代匣区里面 因为台湾市我们不是岩乡 但是有很多各县市的原住民的航伙伴 来到我们这个城市 跟我们市区庄做会 借下区做会来打招 所以韦德市长在107年12月25日就职之后 他的第一时间就交代我们 奏功行善不能停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还有又特别叮咛提醒 因为他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在跑行程的时候也发现这原住民 有时候他们的生活机能 地质环境也是不理想 所以我们对原住民的服务案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跟这样的一个加强的部分 所以这个户也是我们服务原住民 志同韦德市长交代对原住民 如果生活机能有落差的要服务 也一定要提供服务的部分 当然这是D 原住民服务的D是三户的部分 当然今天我们之宜欣旺议员 也到场来关心案组 还有我们白主委也一起都来关心案组 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关心案组之外 也是再次的肯定我们的志工伙伴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 还有黄明华 黄理事长 黄承哥 黄副理事长 还有杜理事长都非常的高兴 我们这样的服务 最后我们的议员跟我们言敏会 我们白主委一直来肯定我们 这是大家主要我们做工作 有人把他肯定他就很高兴 越做越高兴 当然今天的中餐再次我们郭国人 郭理事长也是大安总工的郭理事 中餐是由他来做提供的部分 当然我这边再次代表委的志长 所有参与这一次我们原住民这一户 42户原住民的第13户的 服务的志工伙伴 大家也能说服务 把这样的一个台南的 这样的机制环境有落差 尤其我们火灾 这是急着要修复的部分 所以按主看我们速度这么快 都交代说等于要跟市長说 肯定市政府做工行善团 这个服务的效力 是非常好的 古代新疆区平常从事 老鼻百打美名的五十八岁 原住民高生六甲 因为古代的办法 今年不幸花生自荣 导致家中得处飞飞 因为经济总控不好 无力组行 扶担修宣费用 六甲教材接服务通报料 立即全公开 并安排做工行善团 接力修宣 修宣由电器工会进行 电路三配置到电池外争 如这片工会进行 如文汤安征 新疆工会 协助业组业 锄砖联提 今天由 勃工工会和电器工会 这一棒进行 客丁天花板跳渡 业组天花板 清工价安征 冷气 电池配置到 定池安征时间 其中勃工工会 出发六甲教权 别别地径象征 济缸大义精神 有情有疼心的标记 六甲其中方神仪标是 浙缸新神团济缸 接力由 浴世家庭修宣 接力由 台南市行为 有情有疼心的赏事 今天要完成 第242号 榜翼修宣 也是 服务官主民 修宣的第13号 看来修宣济缸 无焉无悔的付出 真是非常令人敬佩 再次别别感谢 餐饮工会 郭郭伦理事长 全新方与林佑霍 刘慧雅夫妻党 丁祭刚 提供今天的午餐 大台南总工会 郑山林理事长 观音频 感谢 祭安博物协会 李正平 丹美华夫妻党 丁祭刚 也感谢 新娘 信仰公司 李毅老板 10月29月 这种高雄 初来脱台的 目桌的门城 电脑桌子 丁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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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祖